Hello 大家好 借渣價錢燒鵝味道這個系列 已經半年前了 對上一條影片已經半年前了 亦都希望可以再拍一下 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些比較有趣的比較 今次和大家去看看兩個比較的對象 好像畫面看到這隻天梳的PRX 這隻是金色的款式 這隻也挺受歡迎的 大家可能已經 得到我想找哪隻 亦有網友 也曾經拿過比較 就是這隻江斯丹頓 歷史名作的系列 這系列也是出了一些 幾十年前的款式的標 製作一些叫做 致敬也好 重新演繹也好 這隻也是他們的 比較新近推出的作品之一 首先和大家看看這隻天梳的PRX 這隻是 35mm尺寸 因為這個設計 再講多一點點 其實就沒有說誰抄誰 因為 其實是 上世紀70年代 這個設計當時也很大行奇 所以就有不同的品牌 所以就有不同的品牌 都出過類似的類似的款式 他們現在就叫做 重新演繹過 當時一個比較 具標誌性的款式 那天梳這一隻呢 它是石英基心 尺寸35mm 偏小 現在看起來偏小 但是當時 那個年代來說 實際上 比較大 也有 夜光的指針黑度 藍寶石水晶鏡面 也有快拆裝置 當然啦 如果這個標 肯定是要配上一條 錦式的鏈帶才夠美 工價就是港幣3,700元 哇 超值 再看看它的參數 看看 剛才說了那個直徑 它的材質其實是 黃金的PVD 用PVD的一個導層 它本身的質地就是鋼的材質 就是 用PVD的一個導層 PVD相對來說 就 比較 叫做 你類似它 好像導入式一樣 相對來說 就沒有 沒有 以前那些一般的導金 那麼容易脫色 所以 現在基本上 普遍都是用這種 PVD的技術 不錯 石英基心 也是比較 方便使用 還有 它的款 有時候可能真的 帶它的款 還有價錢 你的工價就是 3,700元港幣 就是買那種 味道 所以 石英基心 我就覺得還好 OK 今天天梳這隻看完 跟大家看看 江斯丹頓 江斯丹頓 這隻 不用看 都知道 是 18K黃金 OK 18K黃金 它的尺寸 37mm 其實都差不多 天梳這隻35 江斯丹頓這隻 37 它就是機械錶 自動機械錶 規格 繼續看著 看著 也有做一些加工裝飾的 錶帶上面 還有 它這個位置 5點 對下 這裡就有個 江斯丹頓的馬爾他十字 也是他們的Logo 當然 江斯丹頓出品好多了 江斯丹頓出品 看價錢 最重要的 價錢 這裡 港幣545,000 哇 差過百倍 都比較 之前那些系列 通常都是 十幾倍 幾十倍 這隻過百倍 OK 機械上面 自動上鏈機械 也提供了 大概40個小時 動力儲存 OK 基本上 都比較簡單 所以參數上面 都 都沒什麼 太大 值得 講得詳細的地方 都看到 是我的透視機心 OK 最重要的比拼環節 就是價錢 3,700元港幣 比較 545,000 倍數 大約是147.3倍 哇 百幾倍 幾誇張 百幾倍 真的誇張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比較一下 有時候 市面上的 其實都幾有趣 你去 去比較 好像很類似 價錢上面 也有一些 幾大 比例的差異 就 找到當中的有趣之處 今集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 喜歡我的分享 我是Thomas 大家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 繼續支持我 拍片 或者出這些 不同的 節目 OK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